解剖學 解剖學是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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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第二次 解剖學型代學 解變解 解剖學 然後這個是二十 對 是二十三有關係 但是是二 在解剖學中 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切開語嗎? 不是只有切開語 對 有人想的是 解剖學 解剖學是接語 有人想的是這樣子 對 對 接完以後 有人是 接完以後帶過來 老師 這個時間這麼乾淨嗎? 接完以後的東西 學衣很多的東西帶過來 應該這個是已經碎掉的東西 肉眼看的時候看不懂 你這支是連在哪裡? 忘記了 沒意義 對對對對對 是吧 這個是 你學過解剖學是吧? 對 那 也是有發現嗎? 接完以後 全部碎掉了 全部那個 有 然後是這支是 然後是這支是 有吧 有 有 那老師是馬上知道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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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上面 所有的實驗室 你們發生 剝開來 接開來 老師這個是哪裡的肌肉 哪裡的 你自己接拿過來的部位 在哪裡記得嗎? 忘記了 那不行吧 所以這個是下一步 你還記得我教過你的 畫出來 指 指 指 然後 指一指 畫鼻子 畫鼻子 好吧 對 畫鼻子 好吧 畫鼻子 我應該用這支是用英文 打字 那個 白板 那個 打字 因為國語是 closed caption open caption 又怎麼用 不知道 但是這個地方最少 畫鼻子 打出來好一點嗎? 畫鼻子 好吧 畫鼻子 這個是應該用 用國語的老師這樣子講嗎? 接播學是畫鼻子 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 接播學是接語的 是嗎? 接接還是畫鼻子 畫鼻子是 聽得懂嗎? 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的國語沒那麼標準 但是怎麼可以表達出來 避免接完以後的 帶來的學生 變多的話不行 所以畫鼻子 畫鼻子是 可以嗎? 聽得懂嗎? 但是那好機會 那什麼意思? 就是 你先接播學是畫鼻子 好嗎? 好,那講解再一次 接播學 就是 對,先把整個 形態畫出來 然後把你不會的 或是你有興趣的 先 就是 點出來 然後先 就是一樣要先準備 先點出來 然後 一個一個看它是什麼 然後去想 你要怎麼做 對 對 特別畫 畫的時候 畫的時候自己知道吧 哪裡跟哪裡 是相對的位置的關係 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的頭腦裡面 可以準備好的 筆的時候是 那 這一個是什麼 那一支是什麼 眼睛 鼻子 是 比較 解剖學上面 那個 太單純了 但是慢慢慢慢 解剖學的解析度高的時候 嗯 什麼什麼牙 什麼什麼牙 對 牙子也是都是有名字 這個一節一節 也是都是有名字 對 好 那以後 屎起來 嗯 屎的時候 他是多少 那個 這隻魚 多少的眼睛有 我也是 我們兩個 啊 雞動物是 大家都是兩個眼睛有 好好 我們一樣的 有一些的時候 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 可以找得到 類似 好 背景 一 二 五 零 沒有 有差 類似這樣子 所以畫鼻舌很重要 對 畫鼻舌 好 好的 好 那這個地方是 好的 好